大家好,欢迎来到W档案 今天讲的这起案件发生在英国 2017年,一名来自法国的女大学生为了练习英语口语 因此来到英国当保姆 在这期间,她受到了雇主夫妇非人的折磨 最终被禅忍杀害 这对夫妇为何会狠毒地对小保姆痛下杀手呢? 警方调查发现,杀人动机竟然和女主人的前男友有关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隐情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案件 遇害的小保姆 今天的这起案件把我们带到了英国伦敦西南的南菲尔德斯 这里毗邻温布尔登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非常适合居住 萨布利纳·库伊德就生活在这里 1983年,萨布利纳出生于阿尔及利亚 但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家人就搬到了法国巴黎 当她18岁的时候,她从巴黎时尚学校毕业了 这时,萨布利纳遇到了一个叫欧塞姆·梅杜尼的男人 大家都叫她萨姆 萨姆比萨布利纳大五岁,也是法属阿尔及利亚人 2005年,萨布利纳22岁,萨姆27岁 他们离开了法国,搬到了伦敦 刚到伦敦的时候,萨布利纳在一个法国理发店做化妆师 后来她还做过造型师和时装设计师 周围的人都说她是一个迷人的女人,说话温柔 在伦敦期间,她和萨姆的关系分分合合 萨姆就是一个她的备胎 没有其他男人时,就和萨姆在一起 有其他男人了,就和萨姆分手 在这段时间,萨布利纳还和其他男人生了一个孩子 2011年,她和萨姆彻底分手了 不久后,萨布利纳认识了一个名叫马克·沃尔顿的男人 他们是在银行办事的时候认识的 并且互相留了电话 马克是男子组和男孩地带的创始成员之一 到2011年时,她还管理了一支名为蓝的乐队 另外,她还认识很多一线明星歌手 和他们都有过合作 可以这样说,马克把自己的音乐事业做得非常成功 有一天,萨布利纳给马克发短信 邀请她去酒吧 马克以为是去酒吧约会 但当她到那里时,酒吧里已经有11个人了 萨布利纳邀请了12个男人 不是为了约会,而是为了让他们加入一个传销骗局 其他11个男人很快就离开了 只有马克留了下来 因为她对萨布利纳很感兴趣 她最终投资了这个传销 此后,两个人开始交往 他们每天都在电话里交谈 每天晚上都会见面 相处得非常融洽 萨布利纳开始对马克敞开了心扉 他告诉马克 他小的时候一直在遭受虐待 甚至被他的两个叔叔强奸 马克被萨布利纳深深地吸引了 他想保护他,照顾他 马克是个很有钱的人 事业做得很成功 在音乐界的人脉也非常广泛 在认识五个月后 马克和萨布利纳一起搬进了皇后大道的公寓 马克每月为他支付2000英镑的房租 同居后不久 马克就看到了萨布利纳疯狂的另一面 萨布利纳有暴力倾向 有一次,马克不小心把他吵醒了 他愤怒的一拳打在马克的脸上 很长一段时间才养好 马克睡觉时有打憨的毛病 这样萨布利纳非常抓狂 他趁马克睡觉时殴打他 还有一次他在争吵中把烟灰缸砸向马克的头 萨布利纳的猜忌心也非常强 在认识马克之前 他和其他男人生了一个孩子 他们搬到一起后 他们请了四个全职保姆 萨布利纳怀疑马克和每个保姆都有奸情 以至于他让公寓附近的所有人都帮忙监视这些保姆和马克 这个事情只是他意想出来的 马克和这些保姆没有做过任何不好的事情 但萨布利纳就是无法接受 他一直指责马克和保姆们一起欺骗他 马克一直忍受着萨布利纳对他的折磨 因为他太爱他了 他只是想照顾他和保护他 马克一直认为萨布利纳过去受到的伤害 让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 马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萨布利纳撒谎了 他告诉马克的一切都是谎言 即使这样 马克也没有离开他 在一起14个月后 萨布利纳真的怀孕了 马克欣喜若狂 怀孕几个月后 萨布利纳告诉马克 他的妈妈生病了 情况很不好 他要返回法国照顾妈妈 返回法国几周后 他给马克打电话说 孩子流产了 马克听到这个消息后 他彻底崩溃了 然而 这一切又是萨布利纳的谎言 他的妈妈没有生病 他也没有流产 不久后 他在法国生下了孩子 妈妈还陪着他 此时的马克已经彻底心灰意冷了 然而 他还是帮萨布利纳安排好了一切 2013年8月 他先支付了4000英镑的定金 在南菲尔德斯给萨布利纳租了一个高档公寓 最后还支付了6个月的房租 让萨布利纳和他的两个孩子在这里生活 不久后 马克独自搬到了洛杉矶生活 并且切断了和萨布利纳的一切联系 马克太伤心了 因为他发现在和萨布利纳交往期间 他还和其他男人保持着男女关系 马克无法确认这个新出生的孩子是不是他的 马克的不辞而别 让萨布利纳勃然大怒 他给马克所有大客户打电话 甚至包括一些大明星 然后告诉他们 马克是个恋童痞 他还向警方提交了30份关于马克的报告 他甚至在报告中声称 马克兴侵了他的猫 但问题是他从来没有养过猫 马克离开后 萨布利纳没有了经济来源 他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他开始把怨气发泄在周围的人身上 他在南菲尔德斯附近很有名 周围的邻居都很怕他 因为南菲尔德斯是一个富裕安静的社区 住在这里的居民都是彬彬有礼 而萨布利纳就是这里的一个另类 萨布利纳公寓的马路对面有一家超市 老板名叫桑尼贝塔尔 他就亲身经历了他的爆发 有一次 萨布利纳去那里买东西 他忘记了带钱包 一般人会说 不好意思 我要回家拿钱 而萨布利纳对桑尼大发雷霆 一直责怪他 让自己忘记了带钱包 最后还报了警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例如他把垃圾扔在街上 他用车堵住人们的车道等 周围的邻居都很讨厌他 萨布利纳在经济上实在太拮据了 他最终和萨姆复合了 2016年萨姆搬进了南菲尔德斯的公寓 在这几年里 萨姆获得了经济学学位 现在是一名金融分析师 他赚了很多钱 在法国买了两处房产 然后租出去了 可以这样说 萨姆现在也是一个成功人士了 萨姆重新和萨布利纳生活在一起后 他帮他抚养两个孩子 并且对他非常顺从 即使萨姆发现他出轨了 他也会原谅他 萨布利纳到底有何魔力 能让萨姆和马克 这样两个多金男士 对他如此痴迷 对于普通人来说 真的无法理解 萨布利纳和萨姆重新在一起之后 他对马克仍然念念不忘 他经常提起他 甚至把马克的照片 拿去当地的商店 然后问所有遇见的人 你见过这个人吗 如果你见过他 请马上报警 因为他闯入我家 虐待我的孩子 此时的马克住在洛杉矶 根本不可能虐待他的孩子 这一切都是他意想出来的 在2017年的时候 萨布利纳和萨姆 决定雇佣一名保姆 这时他们遇到了苏菲 两内 这次相遇 也让这个21岁的姑娘 遭到了非人般的折磨 苏菲出生于1996年1月7日 她的童年 在法国东北部的特洛伊镇度过 她的父亲叫帕特里克 母亲叫凯瑟琳 在苏菲很小的时候 她的父母离婚了 凯瑟琳又嫁给了一个叫斯蒂芬的男人 这个人成为了苏菲的继父 虽然父母离婚了 但苏菲和他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苏菲是一个美丽的女孩 周围的人对她的评价是 安静温柔 总是面带微笑 她喜欢弹吉他和滑冰 她还喜欢动物 她的母亲凯瑟琳说 苏菲是一个极恶如仇的人 她热衷于防止虐待动物 她还是一个慷慨无私的人 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 当她从学校毕业后 她继续完成了儿童护理的职业课程 希望有一天 可以从事和儿童相关的工作 不久后 她打算在英国伦敦找一个工作 因为她想提高她的英语水平 很快 她找到了一个保姆的职位 这对她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2016年1月 她搬到了伦敦 成为了萨布丽娜和萨姆家的保姆 他们每个月只付给她63英镑 刚开始的时候 一切似乎都很好 萨布丽娜和萨姆表现得非常慈爱 苏菲和孩子们相处得也很好 两个孩子也很喜欢她 附近的邻居说 苏菲是一个害羞和谦逊的女孩 她总是那样和蔼可亲 彬彬有礼 苏菲还和很多在这个地区工作的保姆 成为了朋友 当她打电话给她妈妈的时候 她似乎对一切都很满意 她告诉她的妈妈 她和萨布丽娜相处得很好 他们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 我们之前提到过 萨布丽娜曾经是一名化妆师 所以她非常喜欢做发型和化妆 她甚至给苏菲做了新的造型 这样和谐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 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 萨布丽娜的要求越来越高 她强迫苏菲每天工作80个小时 相当于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左右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附近的邻居开始发现 苏菲变得越来越瘦 并且她看起来很憔悴 当地一家薯条店的老板迈克尔注意到了这一点 她问苏菲 是否一切都好 是否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苏菲说 她最近感觉压力很大 非常想念在法国的妈妈 迈克尔让她多休息 并且开始免费给她一些薯片和饮料 当萨布丽娜发现这件事后 她来到了薯条店 对迈克尔和苏菲大吼大叫 最后把苏菲拖出了薯条店 迈克尔很震惊 当她再次见到苏菲时 她主动提出为她支付回法国的机票钱 但苏菲拒绝了 也许她太害怕萨布丽娜了 实际上 在最近一段时间 苏菲遭到了非人的虐待 萨布丽娜指控苏菲和马克有一腿 然而苏菲根本就不知道马克是谁 但萨布丽娜不这样认为 她一直问苏菲关于马克的事情 她还对他说一些难听的话 后来 她开始不让苏菲吃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她看起来那么瘦的原因 苏菲没有将这些事情告诉任何人 甚至都没有告诉她的妈妈 因为她害怕萨布丽娜和萨姆 她只是告诉妈妈 她想回家 因为孩子们 让她有点不知所措 她的妈妈还鼓励她坚持下去 因为她不知道苏菲的真实遭遇 过了一段时间 苏菲又告诉妈妈 她真的想回法国了 她的妈妈真的给她买了回法国的机票 但苏菲从来没有收到过这张机票 因为萨布丽娜把她毁了 她拿走了苏菲的护照和手机 不让苏菲和自己的父母联系 苏菲联系她父母的唯一方式 就是用萨布丽娜的手机 这时 萨布丽娜就会站在她的旁边 萨布丽娜开始虐待苏菲时 萨姆都会选择离开 后来在萨布丽娜的逼迫下 萨姆也开始殴打虐待苏菲 他们把她当成奴隶一样对待 一连几天不让她睡觉 这里就不详细描述了 凡是你能想到的各种刑罚 他们都用在了苏菲的身上 他们还用视频记录下了这个过程 这些视频从未公开过 因为他们实在太恐怖了 在这样非人的折磨下 苏菲的生命也走向了尽头 2017年9月18日 经过六个星期的折磨后 苏菲已经奄奄一息 萨布丽娜对苏菲说 坦白吧,你就可以走了 坦白吧,你就可以回法国了 最后的视频记录下了这个过程 苏菲最后违心地承认了 她和马克之间的关系 此后萨布丽娜给苏菲化了妆 然后她和萨姆把苏菲溺死在浴缸里 最后她们还在苏菲尸体旁边的浴室地板上交配 只能用交配这个词 因为只有禽兽才能做出这样的变态行为 真的是挑战人类的底线 她们把苏菲的尸体放在行李箱里 打算几天后处理掉 两天后,也就是9月20日 多个邻居报告说 从萨布丽娜家的院子里冒出巨大的黑烟 并且还散发着腐臭的气味 消防员很快赶来 萨姆告诉他们 他们只是在院子里吃烧烤 消防队员说 火事已经失控 我们要将它扑灭 因为它离邻居的房子很近 非常危险 消防员很快控制住了火事 就在这时 他们看到了火队中的人体残骸 消防员马上联系了警方 警方很快赶来 并将现场封锁起来 警方很快确定了死者的身份 正是苏菲丽扬内 警方暂时无法确认她的死亡原因 但是可以确认她在死前 遭到了严酷的折磨 因为她的五根肋骨断裂了 警方还在苏菲狭小的房间里 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为什么是我 我需要帮助来阻止他们 警方很快将萨布丽娜和萨姆正式逮捕 在警察局里 萨姆对警察说 这是一个意外 她说 她和萨布丽娜只是想问苏菲 她和马克之间的关系 当她不配合时 他们把她的头伸到水里好几次 最后一气之下 一拳打在她脸上 导致她摔倒 躺在浴缸里淹死了 她还说 她试图救活她 但是没有成功 3月15日 萨姆推翻了之前的供词 她说 她之前那样说 只为了保护萨布丽娜 其实苏菲死的时候 她正在睡觉 什么都没有参与 萨布丽娜却说 这一切都是萨姆的主意 她是被迫参与的 然而她手机里的视频 证明她在说谎 她一直都很主动 甚至是这起案件的主谋 医生对萨布丽娜和萨姆进行了评估 萨布丽娜被诊断患有抑郁症 和边缘性人格 不过这两个疾病不会让人变得暴力 甚至变成一名杀手 虽然她在案发时精神不正常 但她并没有精神错乱 萨姆没有被诊断出患有任何疾病 审判开始于2018年5月 在审判中 他们互相指责对方杀害了苏菲 这对坚夫淫妇在大难临头时开始狗咬狗 2018年5月24日经过两个月的审判 萨布丽娜和萨姆被判谋杀罪名成立 他们被判处终身监禁 30年内不准假释 苏菲的遗体被运回了法国 安藏在她的家乡 2018年6月6日 超过150人参加了苏菲的纪念活动 苏菲是一个美丽 善良和有教养的女孩 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她最大的不幸是遇到了两个恶魔 让自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萨布丽娜和萨姆 就是两个现实版的撒旦 关在监狱里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恩赐 地狱才是他们最好的去处 另外有一点特别让人无法理解 马克和萨姆都是成功人士 为什么会对萨布丽娜如此痴迷呢 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视频见